现在来介绍的是一元二次方程式 方程式的一个公式的解 那么我们在前面的话呢 曾经介绍过的是十字教程法 可是的话呢 有的时候的话呢 题目不如我们想象中的 这样可以分解 有的时候的话呢 它数字太大 我们也看不出来怎么分解的时候 那么我们一定要解 我们就使用的是公式解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在国中的阶段的话呢 都应该有背过一个公式 叫做ax平方 加bx加c等于0 它的两个根是 2a分之负b 加减根号b平方减4ac 那么我们要注意的是 根号的里面 这个叫做b平方减4ac 这个是我们又称为 它叫做判别式 也就是说万一这个判别式的话呢 是小于0的话 它是没有10根的 如果说它是刚好是等于0 那这边加减 等于说没有用了 那它就叫做一个根 也就是所谓的重根 那如果说它是正的 那么我们就肯定它 它有两个相异的10根 那么我们的话呢 来找一个例子来练习 这样子会比较清楚 来我们来看看例子 好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题目是x平方加5x加3等于0 我们要找它的根 我们要怎么分解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我们有没有办法用十字交乘法来做呢 我们看起来的话呢 没有办法 于是的话呢 我就直接强制的将它分解开来 我们怎么分呢 来 我就直接这样写了 它有两个根 一个根叫做2a 2a是多少呢 a本题的a叫做1 然后呢 负b就是负5 一个是加 加上根号 b平方减4ac b平方减4ac是多少呢 b平方是25 减掉4ac是12 所以它是25减12是13 这个地方判别式是13 那么我们肯定它有两个相议十根 那么我们继续分解下来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x减掉 2a分支 负b 这个地方是小的根 是减的 根号13 于是的话呢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写答案了 x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直接写答 把它两个根写出来 但是我们的话呢 分解的时候 是这样写的 这个的话呢 相当于是 把它分解开来 变成了分解因式 那我们x的话呢 就变成了两个相议十根 2a分支 负b 加 一个是加 一个是减 根号13 那么 同学只要是熟练了这个公式解的话呢 那么我们 一元二次方程式里面几乎所有的题目 大概都能够解得开来了